孙颖莎的情伤有多高 被王楠调侃身高泰 下一秒回答惹网友慕赞 大家好 这里是万体谈 最近国拼集体回国参加隔离 赛程紧张的士兵赛和世界杯已经落下了帷幕 国拼组合也是收获颇丰 此次的两大赛是比赛中小胖肉眼可见的蜕变成了东哥 并且孙颖莎与王曼玉两位国拼新生代 双子星也是个拿一枚金牌 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大满贯之旅 并且两人在赛场上的比赛也是十分的出色 世拼赛决赛期间 孙颖莎与王曼玉的精彩对决 还是给国内外的球迷们 贡献出一场非常震撼的视觉盛宴 就连李笋自己都说看过比赛之后 差点以为是王楠与张一鸣在相互竞争夺冠 对两人也是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上几轮的揭发球 曼玉在镇守中间的位置一直没有解决好 凡有你吃了个发球 镇守会接了效果也都不太好 我觉得曼玉还会选择用反手拧的 拧不住质量的话 镇守会接也效果更不好 对还是坚决过来拧 并且孙颖莎在接下来的世界杯比赛中 由于王曼玉的暴冷出局 陈梦的止步四强 孙颖莎与王毅迪两人也是一股作气杀到决赛 最终以4比2战胜了王毅迪夺得了世界杯女单冠军 毕竟王毅迪在全运会与拼超联赛中 给孙颖莎还是带来非常大的冲击 并且孙颖莎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如此成绩 也可以看出孙颖莎的真正实力 国拼在休斯顿士拼赛比赛中共获得四金一银 但其中二金一银则是孙颖莎获得 并且与王楚清搭档的混双 也是拿到了士拼赛的首金 并且孙颖莎在世界杯的比赛中 也是表现出色拿到女单金牌 孙颖莎的高情商也是出了名的 在此之前的采访中 孙颖莎总是以老干部的样子去进行总结归纳 并且即使是面对伊藤美城的挑衅 也是回答的大方得体 在此之前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 曾经的大满贯得主王楠 公然调侃孙颖莎个子矮 但孙颖莎并不气馁 也是高情商的回应了这个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会拿冠军了 莎莎 你说你再矮点我都看不见了 鲁玉姐 叫姐吧 来看看比赛 来看看你 行 行吗 今天怎么样 心情很悦 一来美海心情很好 一会儿 就你不会说 因为看到我 困惑困惑好 行 拜拜 小孩挺好玩的都 看见他们就觉得年轻人真好